新北烏来山区不幸发生黑鹰失事意外 国防部4号解密黑盒子 偷了当时编号933的黑鹰直升机 记录显示 飞机动力系统正常却突然下沉 按轨迹来看 当时驾驶有企图拉起却失败 究竟是外力还是操控连结系统出了问题 还有待后续厘清 而第一时间国防部长 颜德发探望商者也转述当时状况 把黑盒子找到了 FDR找到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判读的一个记录器 找到之后我们会写请行政院的飞行调查委员会 他们是专业单位来做判读 刚刚有跟我报告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形 但这个不足以表达说 就是事实主要的原因 据当时机上生还者透露 直升机突然下降 机上人员第一时间还以为要到了 却惊觉为何降得如此急 与平常落地姿态不同 但在意外前五分钟却毫无人传出任何声音 也没有求救讯号 随后变文句响与树木者断声 部分人员则在落地后遭甩出 但较前排者则是遭到挤压 仍未确认是否是因为天气因素 但第一时间机头直接撞击 却没发生爆炸 专家研判驾驶业舰已处置得宜 令人敬佩 那当然相关的 不管有没有切断蓝油什么的 我想这个是现场判断 但是我们相信说 他一定会做相关的处置 因为其实落地之后 有可能发生二次爆炸 至少没有引起更大的灾难 我觉得这个正驾驶就是 我们叫归运所谓进冬之中 而言代发口中即便受伤人扛起指挥责任的曹敬平 也在医院向有人偷漏 幸存者几乎都沉坐在第三排 但当时机头直直下坠 落地后 上能活动的人从右侧舱门离开 但第一时间 生患者确实想到快救总长 不料抵达身边时 却已明显没了气息 谈到此处 曹敬平一度情绪哽咽咽激动 也慌烦泪 不顾自身伤势人静忠职守 加速救援行动 有爱袍责之心令人动容 但究竟示范原因为何 仍有待黑盒子后续研判几夕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